大家好 我是队 欢迎来到本期拳号2012的比赛解说 这场比赛是占天城大战愤怒哥 这两位都是我的老朋友了 今天比赛规则的抢十 比分来到8比5 比赛规则还有一个特殊的规则 那就是 无规则 没有什么规则 因为拳号2012的话 如果正规比赛的话 都是禁止裸杀 禁止CD 这么的 那你看今天就没有规则 就可以进出大 裸出大招了 这是非常爽的一个规则 占天城也直接开隐藏 要不要再开一个 这个隐藏打到自己的话 返回来是可以加伤害的 回来了 还是被占天城自己防了下来 现在愤怒个空中一个头戏 就能拿下了 好 来看下一个回合 下一个回合 占天城的罗伯特 这两位最近交战也是比较频繁 雅迪南又开始远距离发布了 占天城假装掉肾 我不动 机会来了 突变突变突变 站立腿吸住 开BC 再开站立腿 升龙突变 角落可能要一套席子 这是罗伯特 这个经典的连招了 三升龙 四升龙 接必杀 带走 占天城 在此版本中就相当于98C界的CD姐姐吧 总是喜欢玩点花火 咦 再看愤怒哥的大猪 这个罗伯特的连招也是开发到的极致 被占天城 大猪先砸他一锤 再砸一锤 但是好像跟不上什么连招的个大猪 霸气角多一脚 哦 又被罗伯特给拿住了 出币 但这一次不在角落 没办法开启神级连了 出币 升龙 好 向前移动一下 出币 接他的幻影角 再移动一下 再移动一下 慢慢的向前移动向前推进 把大猪硬是中推到了角落 没办法 罗伯特连招就是这么待机 好我们接着看愤怒哥的K49 第四个回合 K49 也是此版本中的神级角色啊 狗伯特伸着一点血 还你还出啊 这可是无规则 哈 幻影角直接被蜈蚣手给怼死了 好地 接下来呀 看占天城 下一个八神 开场就空中给一发cd 哦呦 同一刀 把没开蜈蚣手 瞬间把占天城给搞到残血状态 搞到残血才是战天城比较舒服的血量啊 他可以放隐藏了 隐藏破五公手 嘿嘿 这招绝了 你看愤怒哥该怎么拿下他这手最后一滴血 翻盘小王子 占天城也被占于马下了 逼分现在来到8比6 我们接着往下看啊 现在愤怒哥还是落后的 所以说愤怒哥要猛追 猛追上去 才行 这一波愤怒哥的八神 还怎么打 连续的拿后发波 这个气势不够啊 不管怎么打 你的气势要打上来 才有赢的希望 没有一点气势的话 逼分还落后这么多 你怎么打 中拳葵花八神开始了 葵花生龙界超三八十女盒 带走 其实战天城领先这两分 他应该是不慌的 因为他再拿一分的话 就来到他的赛点了 他打的比较轻松 接下来看战天城的琢磨 其实前期啊 战天城赢的比较多 让后期轻松一些吧 跳地打逆 两点BC 飞翔角飞翔角 双飞翔角 漂亮 土豆没下 现在愤怒哥也参了 哇 又被一掌推到破防了 带走 真的看愤怒哥下一个人 愤怒哥有点 不小心呢 我们来看愤怒哥的气甲设 呦 气甲设一波跳地 呀呦 呀呦 哇 BC连带入了 这个版本的BC连比98C中的连招还要带进 呀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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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复循环接炮拳 战天城一滴血 他会使用隐藏架一对手一下子吗 但是琢磨这个隐藏还是很废的架招 哎呦 他架住了 你想过点如果再来他再架 还七甲设没有那么傻 他不会再出第二次等你架呢嘛 我架给你得了 七甲设表示 好 好 来看战天城的老黑赛斯啊 这一把出现了 先抓一个地头 然后跳地打 你跳地打 你赛斯就防下来跟了一个BC 哦哇跟了一个高階地 行气甲设又一致猛队 呀呦 这一把愤怒哥还是可以稳稳拿下的 最二不失误 最后接比啥 拿下 好了比分来到8比7啊 战天城不会被翻盘吧 这个强势 他打的确实放松了许多现在 强度有点不够 看战天城的猴子 这把出马了 嘎嘎嘎嘎 双分架杀 哎 今天翻防守 做好一个防守啊 又嘎嘎 连续的嘎嘎没有用 猴子老一爪接风 皇脚漂亮 那现在愤怒哥啊 血量不多了 飞翔角 再踩一下就带走了 现在师傅被徒 被徒弟给拿下了 可惜 甚是可惜啊 道凡天刚了 哎 来看愤怒哥的 安迪 这个白衣安迪啊 也是贼帅的 不是嘛 如果他不帅的话 不知猴也看不上他呀 是吧 哎呀 圣龙拳 哎呦 我点起下盘猴子就飞了起来 安迪打猴子有没有一套 不好抓 主要是猴子跳来跳去 安迪空主给他一脚 抢抓 C头 猴子突然释放隐藏了 这个隐藏貌似在安迪的掌握之内 给他一脚踢了下来 安迪也直上隐藏 好 这一下怼到猴子大动脉了 好的 看詹天成下一个麦卓 第三个回合 哎 麦卓没有动 詹天成可能往上去的延迟 现在可以了 可以开动了 挑递打逆 麦卓直刚塞地 詹天成也急辣 但是架不住安迪一直怼隐藏啊 虽然这个隐藏掉血不多 但是每次都可以怼得这么精准 再怼 哎呀 这一下怼空了 怼空自己就要没了 好地 我们来看愤怒哥的克里斯 第四个回合 克里斯先用一个划铲划 后抓漂亮 一波BC开了过去 角落连续划出一个推吗 还是怎么打 好 空中开打 再走 接下来看占天成最后一个人了 到了第五回合的决战 占天成最后一个K49 我还是比较看好这个K49 哎呀 K49一直滑铲 为什么滑倒没有开爆气 脸招呢 什么情况 占天成手感还没来吗 不应该呀 这都抢十最后阶段了 他手感不应该没来呀 钢谁的 再找K49的手感 哇 哎呀 克里斯也没脸上 双方就这样你一下我一下来来回回 行行一个立回战 这就是立回了 经典立回 啊 克里斯最后抓住机会 一波爆气 板面开大吗 好最后开大带走 比分硬实声的给拉平了 愤怒哥 不愧是愤怒哥 再加佩服 他真的愤怒了 这一波占天成最大猪 哇 一个转腿之后青脚快速掏下盘 逆向还过顶 可是没连好 虽然说有点断招 但是刚才那个反应也是绝了 打了不见雷腿下子 下二米狂欢 呦被恐惧离了 再想用转腿就没那么简单了 晕掉了吧 他晕掉了吧 踏足一斗是大笔杀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接下来看愤怒哥的温尼莎 又是一波百拳踢腿 下盘攻击 太比贼了 一波恶记恶记恶记 好带走 万兔随哥 接着我们来看战天成下一个人了 打竹终于被拿下了 大铁锤输给了温尼莎的小拳头 来看战天成的八神 嗯 温尼莎这是勾拳勾的 八神直接犯了他 纵权BC开葵花 可可可抓 八神经典无限连没有开 哇 别的说抓来抓去 挠来挠去 如果真实这样抓的话 估计温尼莎的衣服都被抓烂了 八神也是不愧当年的猫王啊 神一般的存在 接着看愤怒哥最后一个人了 战天成的技术还是不减当年 最近复出 战天成这个对局比较多 看愤怒哥的雷猛 八神一般跳飞就跳了过去 雷猛偷袭开大 这局愤怒哥就有点难打了感觉 有点吃力了 战天成上强度了 愤怒哥很难健身呢 哎呀 哎呀 好第五个回合即将开战 来看战天成最后一个人 愤怒哥不是又愤怒了吧 第二次愤怒 看战天成的克里斯 这克里斯在零二中他依然是非常单调的一个角色 谁说很多高手 也不太喜欢玩他在此版本中 因为连招不够花式 可是强度依然在 就是这一波bc滑铲 这样往复循环 跳低压哥起身假逆向 挑赛地进攻 奋怒残血 克里斯自己带走 好比分9比8 战天成赛点来了 那战天成更不慌了 虽然只领先这一分 可是战天成赛点 分怒哥倒是要有点慌了吧 哎呦这个切假设 招式有点多出的 出的招式越多 败招就越多 现在反被李梅掏了吧 哎呀这一掏就是半血 哎呦分怒哥抓头漂亮 一把中拳连抓 开岩浆拳 来一拳 这一拳够疼 战天成怎么打 啊战天成也掏下盘 战天成要开什么招 战天成也开隐藏 哇隐藏 对隐藏绝了 隐门分 李梅啊分身之法 最后一波 接着来看愤怒哥 下一个人吧 愤怒哥 摔不过3秒 就跪了 他愤怒哥的安迪 跑起来一个低臂被水掌 强势破防 我们接下来看战天成的鞭子 话说小鞭子 有一招小匹鞭 有一把小匹鞭 带入的拳皇之中是不是属于犯规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这个拳皇里面都是异能选手 带个小匹鞭也 也不算反规 也用处不大 但是李梅会开枪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哎呀现在战天成残了 又怼上一发 好的 威普这一把可以 对手怼的有点空 有点急 我们来看愤怒哥最后一个龙二 第4个回合 龙二呀 看怎么打吧 先空中露个cd 站挺脚跳 哎呀跳抓必杀 跳来跳连校凉 跳两次战天成 居然不动了 看来高手 有时候也会 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他就是 被对手的招式给虚晃到 接下来看战天成的 动战第5个回合 哎呦 轻手连续的点 开bc 失误了 战天成这个失误 是不是他负面了就要 啊 愤怒哥直怼必杀 现在别人就一发 愤怒哥看能不能拉平一分 大招空 动战又开始 但是这次战天成 不会失误了 看来不会了 哇 要十比 没一套带走 故意给愤怒哥留点希望 战天成又要玩了 愤怒哥又怼了个超比杀 真的要拼到最后一滴血嘛 爱玩的两个啊 刀子被怼飞了 最后十比八结束 拜拜